跟著現在變成了合潛艇 合潛艇可以躲在水底下 如果真的要打仗 這場仗裡面要戰很重要的角色 你看到了美國和英國 幫澳洲要建八家還是九家的合潛艇 暫時還遮住美國遮住那些 現在是自己的給它先 跟著過兩三年之後 建好之後 就還回給美國 這個大家都清楚了 叫做ASKUS AUSKUS AU當然是澳洲 跟著UK 英國 跟著US AUSKUS 就是一個所謂的海底聯盟 海底聯盟 跟著現在就傳出來了 台灣又要建八、九架合潛艇 在台灣海峽那裡 那你船過來就立即打下你了 根本你可以不用考慮 就要登陸了 是吧 你合潛艇打下你那些登陸艇 或者你過來那些船多快 它都追得到你了 裡面下面有這麼多導彈 那些合潛艇那些是戰鬥力很強的 今天台灣又是美國為什麼飛兩幫議員過去呢? 因為美國議會控制那些錢的 那台灣當然是買不起那麼多的潛艇 就放賬給它 隨便說你是買的 實際呢 你慢慢攤壞 慢慢慢慢攤壞 那這樣東西呢 撥這筆錢呢 就是一定要國會批准的 所以這幫議員呢 就有責任去了解一下台灣 到底將來怎麼玩 怎麼玩 實際美國都不會 難道逼死你台灣嗎 你沒錢還 這個大家賭一賭 實際是半買半送 可以這麼說的 半買半送 這很重要 那這個是不是最終呢? 不是的 其實印度都在談同樣的 而印度呢 那些潛艇呢 那些壞東西來的 可能是俄羅斯啊 那些什麼 用柴油啊 就是吵到飛 就被人看到 潛艇最重要就是不被人看到 關機了 你看不到它 它看到你呢 它就射不到它 它射到你 那你合潛艇可以在水底很久 是吧 你整年都可以 說真的 說盡點 你按不到 它可以等你經過的時候射你 但是你因爲它不動的嘛 它什麼動靜都沒有 什麼裡面的窩打都不開 那變成呢 你就探測不到它 它就看到你 探測到你 那就是這個 將來海底才是大戰身 那我看呢 印度啊 印度可能9架都不夠 我看它20架合潛艇都算 那現在呢 就連本在澳洲呢 澳洲呢 澳洲呢 設定單 原本不是合的 是普通的 給法國 法國有這樣的技術 但是呢 後來考慮下來呢 根本就是英國去查和它不散 英國人呢 就去英國和法國之間有競爭的這些 它說不如你們用美國啦 我們英國也幫忙啦 那變成呢 那個八架還是九架 八架澳洲的合潛艇呢 就美國和英國呢 就退了那張訂單 很豪爭的 很豪爭 那以前呢 台灣呢 他們就知道 那法國人那次很生氣啊 法國總統 說你們這些人搶到我生意啊 那這次呢 美國就聰明一點 是吧 台灣以前是找七個國家 計算自己呢 來參與 就是大家有得分 大家以前是很賺錢的 根本就是其它國家 包括法國 都有得分 有得分 那你平息他們那種 就是不想人家看到 覺得美國獨食南肥 印度呢 我猜印度 因為印度那個這麼大 經過印度洋很重要的 印度洋這麼多貨 由歐洲過來 歐洲 非洲過來 亞洲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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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人都要保護自己的 所以我估計 印度不知道八架 分分鐘二十架 那有哪個氣呢 原本印度呢 都幾靠俄羅斯的武器 但是俄羅斯那些跟美國就沒有得比 我估計 差不多30年左右 就是那個所謂的科技 你沒有晶片 我剛才沒有晶片 所有東西沒有晶片 任何都可以玩 就是汽車呢 以前的汽車呢 就是靠引擎 靠機械 靠裡面那個動力啊 就是爆炸動力啊 英文叫做thermodynamics 就是熱能 就是搞熱能 那這個引擎 就沒有什麼進步 都沒有什麼可以進步的了 唯一呢 實際現在的汽車全部都是電子 就算你是電郵車 都是靠很多電子 那些功能全部都是電子的 你搞到這麼複雜 這麼不好用啊 GPS啊什麼什麼 全部是靠電子 那就是俄羅斯 所以你看到沒有車出的 它都是幾家汽車 德國人去那裡做車 它電子不行 那它的武器又不行 沒有電子又是不行的 那變成了呢 印度這張大訂單 分分鐘20架 如果要保護印度的海岸 它如果一有什麼動力 跟大陸砌起來呢 它折住你的海岸 不讓你那些歐洲和非洲的貨 回到印度洋那裡折住你 那大陸都幾是東西的 所以將來這個水底的戰爭 比海面的戰爭還要得多 尤其都是在海裡面 但是它這個可以隱藏 是吧 就是可以隱藏就很大價錢 我們最近幾時幾何聽過 前艇 然後接下來這個就是太空戰爭 太空戰爭 中共現在好像在表面 美國很棒的 美國肯定有解決的行為 但是它給你去宣傳一下 給你去宣傳一下 他就可以去國會去申請錢了 他又要發展另外的更新 這些拜登就不想增加軍費 所以增加軍費 它保持原來 現在這麼通貨膨脹 軍費是少了的 所以現在那幫軍人 就說大陸那隻可以 其實死都說它那個太空 超音速的飛彈 就是所謂低軌道太空 超音速的飛彈 說它很厲害很厲害 所以我們都要急起直追 就是它大爆 美國這些東西 幾個月就搞定了 不是幾年 真的是幾個月就搞定了 它大爆沒力 它做了很多很多準備 很多東西根本它沒有展示出來 就是將來那20年的東西 它現在起碼已經在做 甚至有些是做成了 已經成功了 但是它不會像中國那樣 什麼東西都鬥出來 說自己怎麼厲害怎麼厲害 中共那隻所謂低軌道的 超音速的飛彈 它這次走南極的 它在地球運一個圈 它在南極那邊 在南極那邊 它在南極那邊 是從南極那邊 特別是從南極那邊 從南極那邊 它如果要打美國 就看南極那邊 它一直由南極那邊 從南極那邊 從南極那邊 一直流到南極那邊 古巴 一路有閘 讓它這樣 讓它那個行道 更正行道 更正目標 然後一進來之後 它要在路進來大氣層之後 它要調整它 對準目標 譬如經過南美 南美這樣上來 它一路更正更正 所以可以打得很準 終止可以矯正到打得很準 這個就是 當然大陸就偷了俄羅斯的技術 俄羅斯都發展得很好 在這方面 它們就無所謂 沒了 美國都在秘密在搞 它有它應付的辦法 以前它想著 全部是走北半球的 等於我們坐飛機 什麼時候去南半球 它想著 所以美國的防禦 就對著北半球 或者在太平洋那樣射過來 它沒有想著中共會這樣 鬥底去南極那邊 鬥上來 美國這邊這些東西是部署問題的 它部署怎樣針對它那些 如果大家局勢緊張起來 它就是所有太空的東西都打下來 它不會冒險說 這隻可能打到 這隻那隻打不到 就是 同是你的東西 一升上去就打下來 以前在那裡 譬如在太空 還有在GPS那些 北斗那些 那些就無所謂 但是如果你是新法上去 它立刻就跟你打下來 它可以在很多地方發射就可以了 在合潛艇也發射就可以了 船面也發射就可以了 它就在很多地方發射的 它不需要你等到你進入美國境 它在南邊 譬如在南半球那裡 你在那裡它就已經射給你 它不需要你 立刻就射給你 所以這些東西 就現在已經進化到了 在海底和在太空那裡 在空中那裡 都不差 因為它F35 美國F35是隱形的 它根本飛到美國 飛到北京你還不知道的 它那個東西可以飛到北京 炸完了 完成任務回到關島 你連知道都不知道 隱形到這個程度 就是美國這方面 現在大家都在這裡 大家都在這裡表現肌肉 中共在這裡的話 它有那些新先進的特別武器 美國也在這裡表現肌肉 現在就是搞成這樣 就看著習近平 美國就不會主動出擊的 就看著習近平 夠不夠膽去尊重出擊 那些元老 中國那些元老 我經常都說去深圳治政府 就在拘捕它 他說要出兵就早點出 早出好就遲出 等人家現在還沒準備好你就應該出 就直接是這樣在拘捕它 這個大家都明白了 拘捕它 根本全世界 就是美國是有解決它的方案 越早出兵 美國就越早解決它 美國有很多兵物武器 根本都沒有拿出 就是我們跟軍界講的 哎呀 差很多東西 他說我們現在實際 它已經20年後的東西 已經全部發展好了 一說生產 可能它已經有試煉 那時候兩個原子彈扔到日本 都是試煉品來的嘛 都不是大量生產的 一共有三個 是試爆了一個 接著有兩個就扔到日本那裡 這些同類的階段的東西 這些階段的東西 就是可以用得的 但是又沒有大量生產的東西 美國有很多 先進過現在20年 他們告訴我們 所以他們一點都不怕 海底他們也不怕 海底它自己不夠合潛艇嘛 它不是叫你 日本也是 日本也要搞的了 日本也一定要搞合潛艇 不可能不搞 那麼合潛艇生意大了 台灣也要搞了 現在澳洲也要搞了 接著印度也要搞了 這個呢 哇 這個生意大了 美國就是 美國就是 這些就是他賺錢了 然後你就欠他錢了 他知道你不夠錢嘛 他就放一張給你 放一放一張 就是跟中國的一帶一路 放一放一張的話 就基本上你不懂得的翻臉啦 武器也是靠他的 錢也是靠他的 你怎麼跟他翻臉呢 他這些是一種的 你就搞一帶一路 他就包圍你 他包圍你中國那些國家 那怎麼控制他們呢? 給精良的武器給他 讓他欠債 這個也是差不多的 大家的手法差不多 不過就是一正一邪 我們支持美國就是因為他是正義的 我看起來那個形勢都不錯 中共都乾糖了 我都說了很多次 真的是乾了糖 那你一乾了糖 你在全世界那些 原本你節制開那幫非洲兄弟 就造反了 你如果給他一百塊 現在給他五百塊 他就馬上折你了 做些事情折你 所以頭痛了 習近平真的頭痛了 最頭痛的那件事呢 就是乾糖 中共裡面你說他有沒有錢 都不是沒有錢的 他有很多黃金 他由1970多年到現在 不是 可以說從頭開始到現在 他不斷地買入黃金 從來沒有賣出 從來沒有 你有沒有聽到中共的黃金買出 所以到了正應真 然後緊急時 緊急狀態的時候 他就會買黃金 不少的 我猜他的黃金 狠狠地 都值幾千億美金 都值幾千億美金 我們那時候沒有猜到他的 因為我都做過黃金 我都開過金礦 所以大概知道他裡面有人傳出來 有人傳出來他根本就是給家寶物 他所有在大陸開出來的黃金都都買了 跟著大陸公司在外國開的黃金 紙金那幾家東西 全部都買了給中共 中共只要市價收回 所以他有很多黃金準備 俄羅斯有很多黃金準備在這裡 他就想著真是 認真不行的時候 最後那些拿出來頂的 但是中國那個經濟這樣下去呢 我看習近平起不了下去 沒有辦法的 講到最後這個世界真的是講錢的 你搞到經濟這麼差 當然俄羅斯也是 蘇聯也是 真的搞到三共水準 沒有了錢去買那些晶片 他那時候 蘇聯解體之前 接下來就是搞一些星球大戰的 他就是快起星球大戰 根本一大部分是催促的 那你那邊 蘇聯那邊要追的嘛 那你搞星球大戰 那些全部是講數字化的 那一定要晶片 蘇聯沒有晶片 現在這次俄羅斯都沒有晶片 那明白了 那到一定的程度就大家散了 那幫軍人說真的打不下去 連在阿富汗的上場都打輸了 打到要走路 那出戰呢 就崩潰 內部崩潰 我看美國 但是美國都不想打 它都是用這個辦法 你看到嗎? 一刀一刀斬它 那習近平自己又斬回自己了 他有時候都以為斬一下就可以收回外匯 但是我就看不出來 你最慘是破壞了那些經濟 就是講到最後一個國家就是靠那些生產 靠生產製造財庫 你現在又缺這樣缺那樣 你又不給這個政變 你那個又不給你 我看起來這個泡沫就一兩年就要爆了 甚至明年都可能爆了 我們就不做得多少事 心理上做一下準備了 將來真的是大陸 那麽樣的 經濟崩潰的時候 應該會發生什麼事 我們有什麼事 應該做什麼事 應該現在開始想這個事 非常值得想 而且一發生 可能會即時發生 就是你都很快的這些事情 這些事情想的時候真的想得很快 尤其是金融很大的錢 我們應該有個心理準備 甚至行動的準備 好 今天講到這裡 對不起 上次禮拜日斷了 那裡的網絡出了一些事 這裡就沒事 現在三藍市就沒事 好 各位 拜拜 好 拜拜 加入荣誉会员 和我们一起守护香港 守护十四亿中国人 获得真实资讯的权利